从非典到新冠肺炎 中医是如何通过五蕴六气 预测并治疗瘟疫的呢 作为源自上古时期的中国传统历法 五蕴六气历法 早已在中华大地的土壤上 扎根绵延了万年之久的历史 几乎涵盖了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直到近年来 中医中天人合一 五蕴六气思想越来越普及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也可以从古一书中可见一般 在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 《皇帝内经》中 就有诸多关于气和运的论述 正所谓 人以天地之气生 此时之法成 五运来源于天 指的是六气来源于 木运 火运 土运 金运 水运 指的是火风 热湿 躁寒六气 根据一年气候的变化演变而来 仔细说来 春天是风 春夏之交是热 夏天是火 长夏是湿 秋天是燥 冬天是寒 六气不过如此而已 中医所讲的天人合一 就是五蕴六气的体现 无论是大自然气候变化 云行规律 还是天文和地理 与人体的统一 都是古人 在探求五蕴六气学说的一部分 《皇帝内经》中 将春夏秋冬四季 称之为四气 并对于气候变化 经过了常年累月的观察 记录了充足的数据 从而得到了更为敏锐的感知 也就是二十次节气 但是除了我们明显能感受到的周期 还有我们常常忽略的运气 这样的周期 运气一词 在今天汉语中的解释 大多于现实生活中 某些不可思议的 随机性强的小概率事件联系起来 但是运气一词 在我国古代的原始词意 则是被用来描述自然界的自然现象 与节气的词意如出一辙 时至今日 运气学说则特指五蕴六气 在中医学领域尤为广泛应用 五行指的是木火土金水 五种常见的元素 也可以引申为地球气候 受太阳系影响下的五种运行状态 左传中有言 年分为四时 续为五节 总之五蕴六气 就是把天文地理变化不断细分 在中国经久不衰的发展历程中 最初又何尝不学 通过天文历法 来探究人体疾病与气候 物后的相关关联的呢 中医的最高境界便是五蕴六气 气蕴与疾病规律的法则近在其中 最初中医的五脏六腑的运行 便与不同年份 不同季节中的气候 物后紧密相关 疾病的产生 不仅由病人特定的先天禀赴决定 其身心抑制状态 也会在不同的气候下 产生不同的疾病 此乃中医学中的五蕴六气 辨证法事业 正所谓 天气始于甲 地气始于子 得甲相合 命约碎吏 紧后其时 气可与其 从碎吏开始 确定出六十年中 每一年的中蕴 死天再全 然后再具体推算出 当年五蕴六气的具体状况 就可以得知 这一年气候的变化 以及对人和动植物的生态影响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预测整个年度的气候 还可以合理的安排生产生活 有效预防各类瘟疫 及传染性疾病 2003年的非典 为魁魏阳年 按照《黄帝内经》 对五蕴六气有论述表示 魏年和丑年流行寒气和湿气 但之所以瘟疫爆发在2003年 是因为两年的天干不一样 2009年爆发了甲型H1N1 按照五蕴六气的理论来讲 这一年是土蕴不吉之年 上半年 太阴湿土四天 湿土太重 雨水比较多 下半年则是太阳寒水 寒气如刀光剑影般必人 容易出现瘟疫泛滥成灾的局面 至今使得很多人弹指色变 人在地球上生存几千多年 与我们相互遗存的 除了动植物外 不乏一些细菌病毒 之所以能够在发展历程中 两个物种之间 能够显现出相安无事的共存 是因为因缘际会四个字 在远古上古那个年代 中原地区只有春秋两季 没有夏冬季 后来气候慢慢开始变冷 产生的影响 就包括农作物减产 粮食短缺等一系列生存问题 为了争夺食物 人们不得不发动战争 此外 气候的变化还会导致瘟疫重生 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开疆裤土时 就有很多中原百姓 因神患瘟疫无力打仗 清兵入关时 便也与这个因素有关 就新冠肺炎而言 2019年初的已亥碎的运气 已经对于年末的疫情 做出了预警 2020年国内第一波疫情得到控制后 根据《皇帝内经》庚子碎的论述 预测秋天疫情又反复 果不其然 2020年10月份以后又出现了疫情 至于2022人银年来讲 全年总体运势较好 目前形势虽然谈不上乐观 但是往后的后肌薄蛙比较占优势 用阴阳五行学说来预测瘟疫 与天气运行的规律 是否真的科学有效呢 值得一提的是 天地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 如同人十五股杂粮 难免有病痛 天气运行如同机器运转一般 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规律法则 人体在健康的状态下 营养平衡 气血通常 在不正常的状态下 就会出现小灾小病 天气气候亦是如此 并非按照干支推算来运行 一旦天地这个动态平衡系统失常 天地之气 也就不会按照正常的规律来运行 气候自然也就会脱离干支推算出来的情况 因此 用年份的干支推算预测气候 并不一定会完全准确 但真正研究透五韵六气理论的人眼中 阴阳五行学说 还是以天地系统之间的运行道理为基础的 但是同时 也深知天气运行有常有变 作为生在天地间的主体 人 也就是普天之下的云云众生而言 天气与人体之间的关系 还是剪不断 厉害乱 按照二十次节气而言 无论季节换到什么时候 或是节气运行到哪一个阶段 人体就会受到这一阶段的天气影响 比如在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 在春秋季干燥的时候 容易咳嗽之类的 但是并不代表在同一个季节 同一个节气 所有人出现的病症都是一样 天气对人体的影响只是一个方面 不同的病人 每天的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都不一样 病患的原因机理 与表现出来的症状也不同 五孕六气只是来自于上古医书中的一个理论 但是大夫要是仅仅通过甘之推算 就贸然为病人进行诊断用药的话 依旧是不可去的 即使这套理论完美无缺 但人体的复杂比机械还难以下手 必须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推就 此外民间一直传言 根据五孕六气理论 可以推测瘟疫何时流行 因此从古至今 每方天气寒冷的冬季 受冷空气影响下 风寒感冒的病人 会一起表现出来相似的症状 如同瘟疫流行一般 但是瘟疫流行的定断 是以形成传染性很强的细菌病毒为标准的 受天气影响形成的普通流感 称不上瘟疫 仅仅只是停留在气的层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